大家好,我是你们爱操心的孟老师 今天又操心你们的健康问题 我们说这个身体寒失啊 它会导致我们出现一些胃寒怕冷啊 关节的这个僵硬啊,疼痛 还有就是身体也会出现水肿的情况 再就是我们的妇女啊,这个白带会多 我们的舌他也会变得白腻的一个症状 还可以就是引起一些关节的病变 女性的这个妇科病啊 再就是这个消化系统的疾病 还有就是肥胖等等 除此之外呢,现在很多人啊 就是穿衣服,讲就是不要温度,要风度嘛 再有吹空调呀,没有节制的喝冷饮啊 吃水果,也不爱运动 熬夜呢,就也会导致身体的体质偏寒 循环也变差 久久之呢,身体的水分就无法的正常代谢出去 停留在体内,而转变一种寒失的体质 如何判断我们自己是不是一种寒失的体质呢 首先我们可以观察我们的排泄物 鼻涕啊,还有这个痰液 再就女性的这个白带 是不是白色透明且清亮的 平时呢,会有这个怕冷啊 容易感冒,出冷汗 这个舌苔是白腻的 大便是吸或者是这个不成型 那么平时大家可以这个多做个运动 尽量选择在早晨,因为早晨的时候 阳气是生发的 还有就是这个泡脚呀 吃一些新温的食物 像这个羊肉啊,肉桂啊 小茴香啊,这些高热量的食物 可以加速我们这个体内的这个含血的一个排出 泡温泉,还有这个艾灸 都是比较好的方法 今天各位养生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健康问题啊 都可以过来问孟老师 今天又是孟老师爱操心的一天 美好生活,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穆子 很多人都有腿抽筋的经历 腿抽筋的时候疼痛难忍 有时候过后还有不舒服的感觉 那很多人认为腿抽筋是因为缺钙 补一下钙就好了 其实小腿抽筋是由于多种原因引起的 不单单是因为缺钙 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一,受凉 很多时候在寒冷的环境中锻炼 比如在温度较低的水里游泳 晚上没盖好被子 由于小腿肌肉受的寒冷刺激 就容易引起小腿抽筋 二,疲劳过度 当我们爬山或者是登高的时候 都是一只脚支撑全身的重量 小腿肌肉最容易发生疲劳 疲劳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痙磷 从而导致抽筋 三,睡觉姿势不对 如果我们长时间仰卧或者是俯卧 会使小腿肌肉长时间处于绝对放松的状态 引起肌肉被动的软缩 所以睡觉的时候要保持一个好的姿势 四,缺钙 钙离子在我们肌肉收缩过程中 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如果缺钙的话 就会使肌肉兴奋从而发生痙磷 导致腿部抽筋 五,肌肉连续收缩过快 当我们腿部肌肉收缩过快的时候 放松的时间就会缩短 这样会使局部代谢产物乳酸增多 腿部肌肉收缩和放松不能协调 就会引起小腿抽筋 那么预防腿抽筋 我们可以适当的补钙 大量的饮水 走路和运动的时间也要适当 美好生活 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当我们45到55岁的时候 身体机能就会进一步的衰退 疾病也开始爆发 甚至危及生命 所以称这十年为生命高危期 但这十年也是防病的黄金十年 如果做好身体的防护工作 就能够使身体健康少生病 第一件事 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 不熬夜 如果经常熬夜或者是11点以后睡觉 心脏病 抑郁症 乳腺癌等疾病就会找上门 危害身体健康 所以一定要注意保证睡眠 尽量做到不熬夜 不扛病 如果发现身体出现问题 要做到早发现 早诊断 早治疗 否则小病很容易脱成大病 还有一定要戒烟 少酒 少生气 第二件事 减肥 由于饮食上吃得好 运动少 所以会导致身体越来越胖 而肥胖是很多疾病的导火索 所以人到中年 一定要减肥 控制好自己的体重 第三件事 每天坚持运动 俗话说 生命在于运动 因为年龄大了 人体的各项功能都会衰退 而坚持运动 可以让身体系统功能衰退变慢 身体越来越好 从而延长寿命 第四件事 减少应酬 经常应酬 避免不了 大吃大喝 这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好 所以平时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应酬 美好生活 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肝脏健康很容易被人忽视 这是因为肝病不痛不痒 而一经发现就是中晚期了 特别是男人经常熬夜 喝酒 玩手机 打游戏等 都会对肝脏造成伤害 其实肝脏受损 身体会出现五个症状 一 脸色发黑 这种情况男性比较容易出现 正常我们的肝脏中有一定的铁质 当肝脏受损的时候 铁质就会从肝脏流到血管 从而导致脸色发黑 二 容易出现红鼻头 如果肝脏功能衰退 体内的荷尔蒙处于紊乱的状态 就容易造成鼻头的毛细血管扩张 就会导致鼻头发红 三 喝酒容易醉 如果我们的肝功能下降 肝脏受损 就会导致肝脏不能完全分解酒精代谢物 这样喝酒就容易醉 四 容易疲劳 很多男性总是感觉到累 以为是工作量太大 只要休息一会儿就会好了 其实 如果肝受损了 就会导致血清转胺霉等霉类增高 胆减脂霉降低 从而会觉得身体乏力 抑卷等 五 脾胃功能不好 如果肝有问题了 就会导致睡不好觉 吃不好饭 和消化不良等情况 所以保护肝脏 首先就要戒酒 如果必须要喝酒的情况 也要慢慢的喝 不要太快 也不要喝多 美好生活 健康与您同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 现在工作的应酬要喝酒 或者时不时就要和朋友出去小酌一杯 而喝酒很多人认为对身体是有害的 其实有些酒是具有养伤功效的 但是要适量饮用 那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有哪些酒 一 米酒 米酒的酒劲小 特别适合平时没事的时候喝 适量喝米酒可以活血驱寒 暖身开胃 而且在南方一些地区 坐月子喝点米酒还可以补充气血 对预防乳胀也很有效果 二 果酒 果酒可以说是最保健的了 它提取了水果中的全部营养 并且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人体所需的氨基酸 有很好的抗氧化 防衰老 保护心脏的作用 但是一般成年男性一天不要超过250毫升 女性不要超过150毫升 三 红酒 红酒中还有很多人体必不可少的营养素 适量的喝红酒可以提高免疫力 喝红酒的最佳时间是晚上7点到9点半 那男人一般每天最多300到400毫升 女人最多200到300毫升是最为合适的 四 低度白酒 一般喝30度到40度的白酒最好 低度白酒刺激性小 纯而不裂 适当的饮用 能够输筋活血 还能够起到保护心血管的作用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 无论什么酒都不一过量 切记 小酒一勤 大酒伤身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想要了解更多养生小知识 关注日常养生课堂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哦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